2016年2月13號大年初六 幸福台灣的總編陳家祥 威尼現場來分享一下整個新北市台北市淡水河岸的自行車之旅的部分 現在的時間大概是下午的5點30分 可以看到現在是最風和日麗的時光了 而且正前方這邊可以看到是整個台北市有腳踏車的一個形狀牌子 在這邊可以看到很多人騎自行車 非常非常的悠哉 非常非常的愜意 在騎乘這自行車當然還是要注意到安全第一的部分 你看 不管男女喇叻還有小朋友 都非常非常的愜意 所以非常適合全家親子遊的活動 而且步道的規劃非常非常的棒 你可以慢慢騎享受這個河冰的部分 然後呢 可以看到整個前方就是所謂的關渡的音樂郵輪 之前呢我們也抱下這艘船 來橫行這個淡水河口的部分 就屬於皇后Crims部分 可以看到還蠻漂亮的 原本是漲潮現在變退潮了 就是過年的氛圍 人潮剛好不多 也不少 委屬於皇后 齁唐 另外一位 這位是皇后 還蠻可愛的 一位是皇后 春十六 誰是皇后 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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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正前方還可以看到是所謂的關渡宮 也是整個柯文哲騎腳車的起點 就從這邊一直騎一騎 騎乘到哪裡呢? 哇!到高雄 接近快386公里 哇!從早上的五點多出發 一直騎到晚上的十點 一日有的北高 哇!真的是太佩服了!厲害厲害 接下來看一下整個關渡宮後面的腳踏車步道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來!請看 很漂亮齁 很漂亮齁 沿途的美景 這個鬼畫得非常非常的棒 也非常非常的悠哉 在整個台北市跟新北市的交界 有這樣子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很舒服 在左手邊就是所謂的叫關渡宮囉 哈哈哈哈 唉...水 唉呀...小朋友不小心還有跌倒的 其實還是要安全第一齁 哇!還有小妹妹 你看好可愛 還有來遛狗的 大台北地區的淡水河 分個台北市跟新北市 哇! 你看這樣的美景 真的是夫婦何求啊 這就是臺北市之妹 這就是臺北市之妹 要不要玩一個咚子 那是甚麼啊 還沒到關渡大廈 而且整個腳踏車的自行步道呢 留一些的空間讓民眾能夠體驗一下他的姿美 在我們的右正右方 這就是整個大台北地區 你看,非常的合格,非常的合格 在正左手邊 這就是所謂的那個 關燉光 你看這個倒影,真漂亮 真的捨不得 所以多拍幾張 360度,歡迎繞一圈 有空的朋友一定要來這邊騎乘腳踏車 從北投騎到關渡,再從關渡騎到紅樹林 你有體力的話,再騎到淡水 非常非常的棒 漂亮喔 還沒找到 OK,我們這邊先暫停喔 我是現場的 哇 OK 這一輛就是我的夾